第1615集 当年,他没有能力守住自己心爱的人 快二十年过去了 如今的他,拥有翻手云、覆手语的诠释和能力 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那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许是上天可怜的他这一回 没过多久,天色渐亮 持续了一晚上的暴风雪,也停了下来 萧锦宁站在床前,看着外头停了的暴雪 喝下手里最后一口咖啡 掐着点,把电话给萧维云拨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萧锦宁便激动地开口道 姐,萧家的新物找回来了 什么?你是说那个镯子? 萧维云惊讶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来 依稀还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紧张 对,就是那个镯子 萧锦宁低头,看了眼手心里面小小的金镯子 只有萧家人才知道,这个镯子意味着什么 怎么找回来的?难道,难道容容找到了? 不,还没有 镯子是在云锦的抽屉里看到的 问了他,说是他小时候带着他 芸汐?给我做手术的芸汐吗? 萧维云生怕自己听错了,难以抑制激动地重复了一句 对,姐,当年我把镯子给荣荣的时候 告诉过他 这是萧家祖辈给嫡长孙的东西 只留给我们的孩子 如果芸汐真是我的孩子 不管是不是 联系一下私人医生 赶紧去做个鉴定啊 如果真是他们萧家的孩子 那就真的太好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缘分 难怪他打从一见面 就很喜欢那丫头 那丫头 送病毒疫苗去了F国 什么 她 她一个女孩子家去战场做什么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那可是战场 子弹不长眼 要是有个万一 萧锦铃微微地叹了口气 我也是后面 才看到这个镯子 此时此刻 恐怕没有人会知道她有多后悔 后悔没拦着芸汐 那现在可怎么办才好 我刚刚听说了 F国那边情况不乐观 就连他们总理都受到了威胁 外交部那边迟迟没有消息 这 我等会飞F国 亲自过去带她回来 国内这边 你让姐夫联系各部门 务必做好支援 不行 你不能去 F国现在太危险了 你是萧家的家主 你要有事 家里怎么办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把她带回来 如果 如果我有个万一 证实了那丫头的身份 你带她回萧家 所有的遗嘱 都在这个桌子里 我 萧家长辈定制了 全球风险系数最高的保险柜 桌子就是开保险柜的钥匙 柜子里 有她二十年前就立好的遗嘱 萧维云是嫡长女 当年也曾经拥有过这个桌子 直到成年之后 才把桌子交给了 坐上掌权家主位置的萧锦麟 当成了萧家的信物继承 后来 萧锦麟把桌子给了荣家大小姐容容 可卓子也因为荣荣的失踪 萧舌匿计了将近二十多年 不等萧卫云多说 萧锦麟便挂断了电话 小四公斤地在她身后站了片刻 Boss 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飞往F国拎过的航班上 一向谨慎的小二 看向前头坐着的Boss 犹豫了好半天 才开口道 Boss 这位云小姐 除了那位荣夫人 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 萧锦麟这么不冷静不理智了 即便是萧氏家族内乱 她身为掌权家族大清洗 那么多叛徒死在眼前 她都没有眨一下眼 唯独对着一个小丫头理智全无 其实他们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却不敢问出口 录音